好,接著是下一部了 虛冤,懸岸 不,我不知道虛冤 我也是不知道 懸岸虛冤 糟了,這部 我不要AZ重演 但很明顯我看了幾集 都真的不太行 接著要講的就是雙槍激鬥 沒有他懸岸日游 有他們的動畫 但問題是動畫 其實他也是 很頹那種 我不敢說他頹 即是他給不到吸引我看下去的目標 因為這樣 他採取就是用遊戲 套路去把它變成一個故事 去爆撞 世界觀和元朗 在這個故事 角色 他們會有一個毀滅的未來 而這個毀滅的未來 能夠避免 假的來說,這個世界 不知道為什麼呢 會為大家沙發病 我才會告訴你 沙發病已經有成績 不想全部人死掉 不要緊,參加這個遊戲 將平衡世界的人 你殺死所有的東西 他沒有說過 其實怎樣為之 是解決這件事 即是參加遊戲 就可以避免未來 而參加這個遊戲 你是會見到的 因為他在說 要參加這個戰鬥 要的就是一個素質 而我相信他的設定就是 就算你是不同平衡世界的自己 所有平衡世界的自己 都會有素質 素質都是同樣的 所以很容易就會看到 同一個平衡世界的自己 就會在一個日本 裡面發生戰鬥 因為他們說的是未來的世界 日本這個國家已經不存在 我相信這個問題很大 第一件事 平衡世界的自己 即是看到動畫都很明顯 日到場你打的是自己 和自己打 即是如果 假設人家說一句 兩邊 至於幸好有一件 深色衫的白色衫 他又不是的 即是打到連七八糟 你落網的時候 我看不到誰打誰 大哥 我不會分解 最知道就是 其實他暫時戰鬥的理由 即是主線的戰鬥理由 不是阿楓封切他自己本身的戰鬥理由 就是因為他們要避免毀滅的未來發生 而要戰鬥 而什麼時候戰鬥 或者為什麼要戰鬥 或者怎樣才為止 可以解決這件事 其實去到現在的動畫為止 其實是未知的 這也是一個謎 但這個謎 其實暫時給不到一個張力出來 我可以說是 因為主角群當然 因為作品可能會另外找一些 這些方法未避免的事件 他們沒有 如果參加就參加 但這個謎是很虧的 即是如果你看到 黃明星人的Dekater 就知道了 沒有跟其他平衡世界的拉打戰鬥 最後贏了他們就做贏家 不會為世界 阿珊這些方法 很會懂得這樣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用這一條方法 因為虛了 可能虛了 他就是黃明星人拉打粉絲 那我只知道第三集 又是死了人 即是 我未死實 不知道是否死得 應該是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進來看看 這個是很娛樂的元朗後路 我明白 但故事裡 其實他說的是 主角的戰鬥目標 就是 他想救一個女生 救那個女生 在其他人的眼中 代號是鬼 Ghost 而這隻Ghost 是甚麼 應該是一些 未來世界的殘像 他設定的 應該是 現在的未來 存在很多方向性 而這些方向性 是同時存在的 而走向是 比這些能力的未來人 想將未來 集束成他們現在的方向 令到他們可以是 變成一個確實 會 展向的未來 其實也是搞笑的 既然都知道 未來人的話 其實應該會滅亡的 沒問題 其實侵略遊戲都無所謂的 那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你知道 一涉及時間 過去未來與現在的作品 其實你是需要篇幅 去描寫究竟你是想用一個甚麼設計 但是你說 當然 我知道的 他暫時是想隱藏這件事 不理隱藏這件事 他為甚麼 他飛得多快 他想快點出去 就算了 然後中間實際 他原來飛完 當你已經知道 就是發展故事 他也是說 用一個組織的包裝 就說 我們已經有這個組織 其實我們就是為 避免人類滅亡以戰 是否很威風 是的 你加入吧 不要問警察 總之你打吧 快點跟我打吧 又有GAM 然後又說 又是很吐露設定 就是這間學校 其實就是我選素質的實驗場 這樣說 不是說設定不能用 我也是說 但是我現在看下去 就說 我感覺還是很虛 我還未能代入到故事世界裏面 你不像我看《血戒戰》 我真的代入到故事裏面 其實這個故事裏面 我真的感覺到 這班人 是在故事裏面 但是我現在抽得好 這班人 其實他不是A故事 B故事 C故事 其實他都是說得通的 沒有 跟學校說 可以了 看下去 就好像他們沒有 那班角色是沒有融入到故事裏面 而就是說 要戰鬥 那邊戰壩 這樣 那個套路 就算說一些設定 什麼進化的那些東西 就是說 血戒戰他也是沒有說 什麼是血鬥術 我不知道 中化就是武器 就是伸手武器 玩得洗手機 就說夠了 因為有涉及時間 其實你會有很多思考 反而是 可能你開頭不說 這是未知力量 其實就是他 掌握這個進化的關鍵 你慢慢去鋪的話 我可能會容易接受 容易消化到這個設定 但是現在 我看下去就說 你鋪了那麼多東西出來 但是又跟故事 好像連得不太緊扣 我看下去就說 我沒有張力 我自己看下去 我感受不到那個必然性 主角是一定要參加戰鬥 為什麼他要參加戰鬥 我迫於無奈 所以我開始不是說 他給不到一個理由 說服我為什麼 繼續看下去 因為他是故事太虛了 總之我要打 我就打 要女人 我就救女人 很隨便的畫面 而戰鬥就是 尤其是槍戰那些 你搞到有防護罩 有了防護罩 有了防護罩嗎 算了 他可以穿防護罩 他很好笑 他講防護罩 有基本的防護罩 但如果超過了 他一定會受害他 這樣 那這個是機戰設定 但是你看到 大哥他開槍 他站著開槍 被人死 大哥你不是這樣 防護罩不是那麼滿意 他那個是說什麼 等於機戰的防護罩 是什麼 能夠防止光速屬性 150%傷害 超過這個傷害 就會貫穿 不是 我看得很厲害 你見到主角 都懂得閃避 大哥開槍 站著開槍 你做什麼 你為何要吃蛋 你現在 你當成是PS 而我講到 每一個人 有自己的特殊能力 主角的特殊能力 其實他就是什麼 某種意義上 像是時間停頓 不知道 他還沒解釋 他有提及過 他是把他那個 感應的什麼時間 然後他就可以在這個時間 作出任何的動作 簡單來說就是 對 對 對 是 我不會否認這件事 所以 看下去就是 能力 你還沒解釋得很清楚 主角也 對於 問題是 你雙力激動 OK 槍戰 就槍戰 但問題是 你重點不是寫槍 你懂得槍能力 其實主角是無所謂的 不知道 他真的叫做 不知道主角是否可以指定 主角的槍技 不然我不知道 他會出人力 阿嬸你幹什麼 你想問 我真的不知道 至少叫做 我套東西 我未找到 一個可以吸引我看的張力 因為就是主角 主角就是那種什麼 又是那種 有少少懶 又有少少酷 又不多說話 又不知他性格想怎樣 的角色 他問他 他說 其實你的覺悟是甚麼 我的覺悟是想找鬼 為何要找鬼 不知道 我想救他 那即是怎樣 但如果開始時代的 已經有個選擇 那時代都會指定 他有一個名字 可以起床 看見每個女主角的名字 然後在三個之後 得 你會不會參加 你這個理由還要做到充分 我認同 即是他給過個表 那些人名字 會跟時間之後死 而你個女子 就已經很像 你看看 那三個之後 女主角也會死 可以 我要求女主角參戰 這個理由是否很棒呢? 我覺得又迫着聖天 因為他也在我介紹說 時間是沒有定的 總之那本是死亡筆記 寫了名字你必死的 在這個名單上出了你的名字 你就死硬了 暫時現階段還未知道 寫了名字的人是不會死 他都沒有說到這件事 反而你說如果這樣是一個理由 我又覺得值得為之奮鬥 正所謂為女死為女亡 我不知道遊戲是怎樣 可能遊戲本身主角定位是玩家 所以你說他沒有過性是適合遊戲 那是的 預計我都沒什麼動力去追下去 儘管有想追下去的聽眾 不妨跟我說 究竟之後有沒有緊湊一點的劇情 令我有機會圓快 看回整套作品 究竟好不好看 尤其你知道 現在很多作品放在虛擬的名字 我已經不相信這件事了 你不是說我也是 虛於冤 100%自己入手 虛於劇本不問題 原來虛於就出現了 是的 好 那我們這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像在虛擬的 我不會太強了